新竹街頭出現了巨大天坑 就在今天上午七點多 成功路上了一處紅綠燈前 突然出現了一個長六公尺 寬度和深度大約2.5公尺的坑洞 嚇壞不少用路人 工程人員趕快的到場勘查時 這坑洞又再度的塌陷 目前公務處已經緊急的灌漿處理 預計在今天就可以填補完畢 工作人員站在坑洞旁仔細查看 突然間 碰得一身另一側路面瞬間崩塌 大面積坠落泥池中 連三角錘也跟著掉了下去 所有人都嚇壞了連盲往後退 突然陷下去嗎 天坑崩落的這一幕 民眾全程目睹 雨季有存 仔細一看坑洞裡 滿滿的突失沙力驚險萬分 四號上午七點多 民眾發現新竹縣信市國小附近 出現一個坑洞趕緊通報 幸福人員到場架設三角錘 封鎖道路勘查 不掉期間坑洞再次崩塌 面積再擴大 成了一個長約6.4公尺 寬約2.3公尺 深約2.6公尺的巨大天坑 坑洞警鄰救市學區 為了確保通行安全已經緊急灌漿搶救 預計一天內會完成 殊不了解坑洞內並沒有發現管線受損 也沒有瓦斯漏氣的情況 幸福將採透地雷達監測 確保道路下方的狀況 崩塌的主要原因也要進一步調查理清 借新竹綜合報導